早就到了我們的第四天 今天來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島 這個地方真的沒去過 但人們說海鮮是很便宜的 這一輛就是我們的船 我們現在下船走去市區那一邊 去火車站找火車 大約在我們郵輪停泊的地方 走過來火車站大概是十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在找巴士或火車 去一個有名少少的城市 這裡是有巴士可以坐過的 但這裡的巴士沒有什麼時間表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到 有點亂 我們現在就決定乘火車去那邊 由於我們走了火車 亦走了巴士 我們現在要一個小時 走一下Masila這個地方 剛才9點15分的火車 我們就錯過了 要等10點25分 差不多要整個小時 現在這輛火車終於來了 我們就買了最便宜的 第二輛火車票 我們兩個人挪回是18歐幾 平均單程每個人是4歐7 然後上了火車 這輛火車也不算很多東西 所以這輛櫃也是挺寬的 挺新的 還有5分鐘就開車 我們現在就開車了 預計11點22分就會到 我們剛剛下了火車 這輛火車就延遲了 現在很多人一出到火車站就等巴士 這輛巴士去過市中心1歐1 這輛火車去市中心1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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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直到處走 我們現在一路遠途走去彥灘 其實剛才在上為游 sprinkle的時候 有很多的士其實已經在問 是否有人搭一次的士 那可以從這個游 Esper steer 坐的士過來 我們是大概L apartment 是游 punto 115歐 мат 那裡有一個車 我们现在继续向前走 就向前面的汤里走 现在就来到这条街 这条街是主要的街 其实这里很小 所以这条街已经是唯一一条最热闹 最多人的街 这个教堂就没有什么的 小小间的 这条大街是很热的 虽然今天是平日 但是很多人 这条街是一间Dior 是贵节店 只会开夏天多人的时间 大概是五月尾到九月 这条街 走完这条街 之后 就来到有一个观景台 就可以看回到这个深型湾 因为它刚刚好在一个深型的海湾 这里就可以看完整个海岸线 整个景 哇 这条街 非常有点 味道 然后 好像 メill 还有 不知道 这些海鲜不是特别多种类 或者特别便宜 始终意大利不是西班牙 所以我们决定下船时去西班牙巴塞 我们先吃海鲜 现在我们先吃意大利的甜品 我们就叫了一个土味和柠檬味的沙冰 这个不是假的味道 是很新鲜很新鲜的生果味 是很好吃的 来到这里是必吃这个的 但这个也要4.5欧 其实只是少少贵 这条路就是走到最出名的剧场 这里的入场费是要10欧的 小童15欧 小童15欧 好了 我们留在这里大概两个多钟左右 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火车站 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上船了 我们就回到墨西南 我们本身下游轮的地方 好了 我们现在下午4点钟 我们已经差不多回到船上 我们下午4点钟 我们下午5点钟 吃下去吧 今天西西里島的行程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BYEBYE